虽然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 但是家庭的安定幸福 国家社会的繁荣进步 还是需要人跟人之间相互的关心 跟实际上的支持跟帮助 以国际符伦社来说 就不断的参与社会公益跟慈善活动 2019年5月28号晚上 以爱山、爱海、护大地为宗旨的 台中市三海豚符伦社 也在台中市七奇重画区的零酒店 举办一场爱与美工艺艺术募款餐会 国际符伦三四六一地区总监张光雄 三海豚符伦社社长许秀珍 台中市社会局副局长陈空黄 以及各地符伦社社友都热烈到场参加 现场还穿插许多精彩的表演活动 中だ千 estou bronze 中文字幕志兰 來募一點款然後來捐給服務給弱勢 這就是我們福倫社要在我們社區裡面來去做的工作 也是我們今年度的主題之一 因為蔡美對社會公益還沒有幫助 很高興這樣子 募款募外把這所做的事情所募的錢 把它拿到需要幫助的人的身上 當然福倫社是來自於各企業都是社會的精英 那他們就取自於社會用自於社會 在09年辦這種比較公益性的這種活動 做一個募款來幫助弱勢 這是很正面的 山海屯福倫社社長許秀珍表示 在溫馨的5月舉辦這一次募款活動 希望讓愛能夠無限延伸 所以這一次的義賣品主要還是以藝術美術作品為主 活動當中還邀請許多殘障團體前來演出 希望能夠號召更多的民眾參與募款茶會 所有義賣所得也將全部捐給慈善團體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在創設的時候就有一個構思 想說要連結企業 然後來做一些對社會上有益的事 比如說我們可以去服務一些弱勢團體 也要曼菲天使來使我們的社團社會更和諧 國際福倫三四六一地區表示 就是因為各地福倫社友都相當有愛心 這場工藝藝術募款餐會意賣所得 超過了新台幣100萬元 山海屯福倫社社長許秀珍強調 福倫社將來還會持續舉辦各種工藝慈善活動 希望打造富足和諧快樂健康的城市 讓我們的社會更加溫馨幸福 記者程文旭 楊中部台中報導